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尔活健身的大麦健身秀 今天是2019年0928 今天你大麦哥去了一个水上公园 哎呀,这水里全身尿布的味儿啊 在昨天的节目里,咱们看这张照片的时候 你大麦哥就觉得奇怪 为啥这个儿这么高也参加2月2啊 然后昨天节目里咱们确实提到了2月2 在说这个定义的时候 说身高不能超过的1米65啊 体重不能超过2128 虽然说参加2月2的选手都以矮个选手为主吧 但就是昨天说咱们嚼着三世呀 转到2月2 这个个儿头他就不止1米65啊 但是这2月2以前确实有这么一个定义 身高有一个身高的限制 这就这个问题呢 你大麦哥还查了一下NPC的官网 去看了一下各个级别的规则 可这级别力谁都有 咋就没有咱们2月2呢 虽然说2月2咱们知道 它的规则和Open级别的是一样的 所以咱们就看这Open级别里 确实没有身高的限制 只有一个什么样 只有一个体重的不同级别 而古典舰体里呢 有身高和体重的这么一个限制 所以为什么说咱科恩 为什么说哎呦他这个很struggle呢 他这个身高在某个特定身高下 他达到这个体重 他不好达到 他肌肉要涨 所以他转到2月2去了 那2月2没有身高限制 对不对 但目前看在NPC传统界面里 没有身高这么你说啊 但是你说呢 身高太高 股价的就很沉了 你说他也不可能去 在2月2有什么很大的发展 对吧 所以说很自然的 他身高很高的话 他也不会去参加2月2 他也取得不了好成绩 所以一些古典舰体运动员 为啥转2月2啊 就在特定身高下 他你说说非得来这么一个体重的限制 对吧 结果你大麦哥正关心212这事呢 就发现阿诺德这个美国站没有212的级别呀 咋回事啊 发生啥了 为啥没有212的级别了 然后我又看相关新闻说 这个今年的奥塞冠军 咱们利比亚大狮子 可能是阿诺德没有212的原因之一 可是今年的奥塞又把212的冠军给了咱们大狮子了 这到底其中有啥故事啊 我还真搞不明白 以后我搞明白再给大家说一说 涨一涨 接下来咱们回到赛事啊 本周末在中国上海有一个 咱们熟悉的咱们环球联赛 咱们根据热心观众 叽叽叽叽米军提供的咱们照片来看呢 我觉得这两位选手实力都很强 是谁啊 一个是上期节目咱们提到的广东选手何俱贤 另一位就是咱们经常熟悉的 参加本次拉斯维加斯取得第二名的 咱们香港选手艾迪赛 这两位运动员可以说是都具有拿卡的实力 我相信只要是职业卡今年发的富裕 这两位运动员都有希望拿卡加油 这从背部来看两位差距不是很大 咱们艾迪赛呢 刚刚从咱们拉斯维加斯回来参加完 2019年奥赛业余拿卡赛啊 取得了第二名 而咱们的何俱贤去年还参加了三亚赛 当时的这种肌肉状态 说实话拿卡也不过分 所以相信这两位运动员 今年都应该能取得好成绩 加油吧 祝贺都拿到卡 而咱们依旧在意大利停留的肖恩雷登 还在进行积极和紧张的训练 这两天咱们肖恩雷登突然放出了一段视频 讲述他对整个奥林匹亚这次传统健美奥林匹亚先生 布兰登嘎里得冠他的一些看法 咱们肖恩雷登表示很真诚 他说布兰登嘎里是我好朋友 人家夺冠了 今年啊 我应该表示高兴 肖恩雷登说了好几次啊 他和布兰登嘎里神经是关系不错啊 而且还表达了说 咱们这个要祝贺人家取得冠军 不要说那些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啊 咱们这个健身健美加健体 都是咱们咱们提供传达传递正能量啊 对不对 咱们不说咱们negative的话啊 而就在昨天菲尔西斯登上了著名的财经啊 频道彭博社之后 这位长相跟希尔菲尔西斯和Rock混合体 有点像的这么咱们的查尔斯 也开始了紧张的备赛过程 这小伙肌肉练的不错啊 去年在争夺奥赛的这个资格的时候啊 相当辛苦 可是最终参加那么多场比赛最终积分不够 没有进入今年奥赛 本来希望今年芝加哥Pro能取得冠军 结果啊 虾米了取得一亚军 这你大麦哥挺喜欢这位运动员呀 可是你说这位运动员 这件这个动作的时候 这亚灵片砸下来 你说把一样砸着脚 这脚直了就马上碎了 所以说健美运动 它其实也是一种高危险的行业 对不对 这亚灵片随时往身上压呀 而接下来我看到咱们啊 著名的海外健美媒体 XMuscle放出一张照片 哎呀我说这凯又来了 结果一看不对劲 哎呀这你说这哭笑不得 这你说哪位海外网友那么淘气 竟然把菲尔西斯的照片后边加一辫子 你说你不认真看就变成凯了 说实话这凯的肌肉状态 跟菲尔西斯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特别是这大胳膊 凯也相当厉害 但是菲尔西斯可以说是哪都没弱点 凯你还可能某一方面 可能还有这可能稍微差一点 但是菲尔西斯你挑不出马尔位 除除除除除了去年那大肚子 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你大麦哥最喜欢的运动员之一 来自咱们埃及的另一位大将 他的名字叫赫赛莫斯塔法 这小伙做出了最新的posing 他下一个比赛是什么呢 那阿诺德比赛比传统 他能不能进入前三或前五呢 这我觉得他这种肌肉状态 在任何的一场 本地职业赛上取得健美冠军 传统级别冠军 问题不大呀 加油吧 我的赫赛莫斯塔法 就在这个时候 咱们小将科恩亮出了最新的肌肉状 这位小将在奥赛之后宣布进军212了 这位小将在今天奥赛取得了第四名 战胜了咱们陈康 陈康取得第五名 这他已经去212了 那么陈康是不是顺序往上推 应该变成第四名了 而昨天宣布转去212的 嚼着散是取得了第三 这你说陈康顺势往上推 是不是得变成第三名了 而我突然看到了这张照片 小将科恩对比咱们的奥赛亚军 埃什利 这小将科恩可以说是比埃什利 做起真功夫来更加古典呀 再一看个头 这埃什利比他也没有高多少啊 难道埃什利的腿又卷曲着 这你说大家都转去212了 是不是咱们埃什利某天被他媳妇亲了一口 啪啪两下是不是也得转到212去啊 大麦哥你说啪啪你就啪啪吧 你干嘛还要啪啪呀拿手 那如果埃什利转去212的 是不是陈康往上往前推一位 就变直接变成奥赛亚军了 而明天和馈子再争一争 陈康状态要好的话直接冠军了 看来可以说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奥赛的口味偏向于馈子和陈康 这种看起来很古典 很经典的健美选手 而从规则上男子古典健体 也设置了身高和体重的限制 就是让这些看起来很不古典 很22的选手从这里走出去 而咱们中国健美运动员 陈康的状态只能越来越好 对不对 而咱们亚洲运动员在奥赛成绩最好的 当属善秀 宽在2015年的 奥林匹亚22级别当中取得了第三名 而接下来另一位选手就属咱们的陈康了 对不对 明年奥赛陈康的主要目标是 直接冲冠保二争一 即使取得亚军 明年陈康也是整个亚洲 在奥赛取得名次最高的一位选手 没错吧 没毛病吧 而Quiz今年能够取得古典冠军 也让很多人大感意外 特别是你大麦哥也包括在内 当时都已经拍桌子 都已经疯了 都已经喊了 所以说你就看陈康这位运动员 在海外有多火 从来不说亚洲运动员的海外24岁 小包孩健美媒体也开始说陈康 这节目我还没看呢 等节目之后我就看看他到底怎么说的 这人陈康的实力不是说吹出来的 这人台上表现实实在在在那摆着的 对不对 大家还记得吗 其实我还做了一期节目 当时陈康在取得巴西职业才冠军 当时状态特别好 然后海外最古老的健美自媒体 这个路易马克当时还推荐了陈康 那陈康的粉丝可以说是 这每天的长得长得几何级别的增长 你说是不是陈康太帅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话的有点口吃 来咱们看看这位运动员能不能治好我的口吃 来了来了他来了 这就是咱们的歪拨大将 他拿举起了大盘子 他头上挂了一个大盘子 这个奖牌就是咱们的亚马莫特普亚军的奖牌 你看他是银色的 而在奥赛 这位咱们优的大师的大将 外波大将也进入了前六 可以说今年成绩还算有所突破吧 对不对 奥赛进前六 接下来的职业赛取得了亚军 他现在你看到意大利咱们的罗马的叫什么 大角斗场嘛 去旅游了 他是不是还得去比萨鞋打去看看呀 这接下来你说哎呀真不知道咋说呀 你说我又开始趴了 这位来自咱们哥伦比亚的选手 费尔南多插了 耶色 他是你大麦哥最喜欢的运动员之一 他的今年二赛呢取得了第十二名 仅次于咱们的亚裔韩裔小将 周西夫里 他现在又在进行训练了 哎 这坚毅的表情就是你大麦哥最喜欢那种啊 俩字爷们 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咱们的安德烈啊 这回不会说错了 不会打我脸了 安德烈 安德烈呀 同学们 你大麦哥你想说啥 你赶紧的 别老好叫 这可以说是号外号外重磅新闻呀 咱们安德烈要上场了 要参加哪场比赛呀 咱们现在知道吗 知道你大麦哥已经知道了 他现在进行紧张的备赛啊 还有大概五个多星期 他要参加什么比赛呢 你大麦哥提前知道了消息啊 咱们安德烈要参加咱们十月初的 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罗马尼亚 铺 谁告诉我呢 这是咱们特别憨好的那个谁 埃什利 and we got my boy andre here yeah yall need to uh wish him the best of luck in his show thank you i appreciate that and what's it four or five weeks fights and a half romania i need to go there yeah turing the whole the good the good foods oh some more good food dambit it's going to show me the pancakes yeah right you guys bring pancakes to the table or love pancakes yeah we're going to eat them at cc's cafe i told him about cc's cafe we're going to eat pancakes at cc's nex blunt yeah get that win brother and then we'll we'll really enjoy the pancakes for the damn win yeah yeah yes sir 大家都听到吧 五星期之后的罗马尼亚破 还有谁要参加了 瑞根呢 这应该是咱们安德鲁拿到职业卡之后的首场职业赛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 这时间也挺久了 咱们看看咱们在FST7哈尼库班的教练 哈尼哈勃 Rember 哈尼 咱们看看能不能在罗马尼亚破爆发取得一个咱们的舰体冠军呢 而最近咱们的接舰舰体选手斯科特现在很兴奋啊 因为他看到希望了 一米八八大个子有望取得奥赛冠军 那今天雷蒙德就是个例子 他现在进行进行积极的训练啊 去年他在奥赛攒积分的时候 两场职业赛连续取得冠军 还是挺受咱们裁判青睐的 那说明咱们裁判的团队里 是不是咱们RPP职业赛本团队里 有喜欢咱们大高个的 有喜欢你大麦哥这种高度的 所以咱们中国的孙良轩还等啥 在海外裁判里有喜欢你这样的 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小吉尔米啊 小吉尔米现在进行进行紧张的比赛过程中啊 他要参加什么比赛呢 你大麦哥现在已经知道了 可是这两天小吉尔米到了一个地方啊 跟一个咱们谁啊 他跟谁在一块呢 这不是那谁吗 这不是咱们约翰赛纳吗 大摔跤手啊 这听说咱们WWE这位大明星中文说的不错 是吧 这约翰原来也是在加利福尼亚健身房 二十多岁进行训练 结果有一天有一个摔跤手 跟他说 你是不是应该从这摔跤啊 去看看去吧 结果他就上了一年课 结果就参加人家摔跤比赛了 结果就签约了 而且人有才啊 能唱说唱乐啊 结果就红了 成WEI代言人了 这有观众问他俩在一块干嘛呢 这个大家看那T恤山写着没有 叫Fit OPS 这是帮助咱们的退伍军人 找一条就业新途径 变成私人健美教练 这接下来挺有意思的 咱们小吉尔米回答了网友提的几个问题 挺有意思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第一个问题很尖锐 他有网友问 Are you a real natural 打 Never once claimed the 90 咋翻译啊 我就不翻译了 你懂 接下来有人问 小吉尔米 你啥时候能来一个奥林匹亚冠军啊 你说说你说 这人真不懂事 哪壶不开提哪壶 小吉尔米的凶行有缺陷 你又不是不知道 故意的吧 打 赢得奥林匹亚 并不是他的终极目标 我的目标是做一个最好版本的自己 要真哪天赢了奥赛冠军 那我就高兴啊 赢不了 也丝毫不会影响我 他接下来说 我有很多我喜欢干的事 但是呢 我确实挺喜欢比赛的 这问 你最喜欢的冲炭食品是什么 这小吉说 茉莉香米啊 他说我身体里的亚洲基因 就喜欢这玩意儿 这你说说啊 最近咱们可能注意到 小吉尔米可能搬家了 大家注意到 他换了一个新的房子 是租的还是不知道啊 他从德克萨斯州 搬到了 应该搬到加利福尼亚吧 对吧 你说还能搬哪去啊 对不对 搬到英国不可能 搬到长岛 跟咱们赛迪克是邻居 也不太可能啊 最有可能是 离灵重力战队比较近的 圣地亚哥呀 这网友问说 你miss你 德克萨斯州吗 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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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L 好 接下来是重磅 啥呀 说网友问你 接下来在圣地亚哥的 Muscle Context 是不是要准备参赛呀 没错 12月7号 咱们小吉尔米 正式已经确定了 参加圣地亚哥的 什么比赛呀 这海报都给你找出来了 12月7号 圣地亚哥 这么一个Muscle Context比赛 我跟你说啊 除了欧林匹亚赛之外 这Muscle Context 紧锣密布 每年的比赛 一场接一场 办的是相当成功 正因为人家成功 今年奥赛人家的promoter 就让人家Muscle Context CEO去了 这兄弟俩在奥赛下边啊 台下边戴着耳机 全程指导 看一笑呢 啊 你看这周末 他大哥又飞到菲律宾去了 拿起大宝剑 穿取人家当地传统特色服装 哎 你说人家 人家特别会说话 人家在赛前 开那个运动员 三米特的时候 你就说嘛 说你们运动员来到当地 要尊重人家当地习俗 而且就是他大哥啊 在这个Muscle Context 巴西战 这他兄弟俩是巴西人 你知道吗 就在Muscle Context 巴西战 人陈康参加了 一举取得冠军 给了个冠军 就特别喜欢陈康 我跟你说 接下来有网网 Do you know 这回答 yes 推荐了跟他认识的一个 咱们看看 就这位 就是这位 也参加了 今年的2019年赛 怎么样 实力还不错吧 好 节目最后 咱们预祝 咱们小军 比赛 12月7号的比赛 加油吧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这有网友问说 你为啥不喜欢 德萨斯州呢 他说 德萨斯州的天气太糟糕了 我就喜欢一年有司机的 这小吉尔米说 我就喜欢在外边玩 在德克萨斯州 根本没法出屋 好了 这别说那么多了 咱们小吉尔米 一个字啥干吧 就 而咱们进入 优代大师怀抱的 英国舰体选手 瑞安特里 他在进行了度假活动 为什么是选择 优代大师 不选择其他人呢 因为这优代大师 也来自英国 你明白我意思吧 可以说 他们是老乡 对吧 还有谁来自英国呢 那就是那谁了 内森大 阿沙 这有网友说 你大麦哥一天不得 内森大 阿沙 就睡不着 你看今天我说两遍了 对不对 好了 节目最后咱们看一下 咱们今年奥赛亚军 212全场 咱们的Derek 最新肌肉状态 由奥赛的水 到现在的肝 你说说早干啥去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咱们不要忘记 分享 关注和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